一聲令下 珍報全立即出動 尋找可疑物品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而另一頭 霹靂小組隊員 同樣也是全副武裝戒備 不過會這麼謹慎 全是因為五號晚間 燈會就要 正式登場 下午三點 國父紀念館 已經湧入大批遊客 不過就怕人潮一多 導致突發狀況百出 北市警局也部署超過700名警力 加強為安 另外為了維持交通順暢 警方也出動警示燈 LED告示牌 及擴音器等三大法寶 協助疏散人潮 我是台中來了啦 燈比較亮 比較漂亮 由於這次燈會 橫跨東區信義商圈 國父紀念館 松山文創園區 以及市政府 北市府也擴大交管範圍 因應燈會活動 部分路段實施管制 像是我旁邊的易仙路 已經架設起三角錐 全面禁止停車 不過這個舉動 卻也引發部分民怨 對啊 連那個信義區那邊 台北市政府那邊 好像都不能停 繞過一次好像不能停 有這麼大活動 應該要是要有停車位才對的 對啊 可是假如都沒有停車位 確實有不方便的地方 對此北市交通局也建議民眾 可以搭乘 捷運兩線接駁車或是107線的公車 直達展區 以免塞車找車位 花太多時間 反倒影響上燈性質 新新聞來信也凱旭 參觀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